我今天拍了一隻超級大的鳥喔 一定要看下去喔 嗨 各位朋友大家早安 我是吉哥 我們等一下要去拍 鷹類的這些照片 換上了Sony 2600這個巨鏡之後呢 常常就想要去拍攝這些鳥類 因為它是一隻很長很長的大砲 所以你就可以拍攝較遠的這些野生動物 那長焦距離的這些鏡頭 可以說是有一種 讓很著迷的這種魅力 對 它的魅力呢 其實用嘴巴很難講 如果你有機會可以自己去親身體驗的話 我相信你會陷入這種長焦段 所拍出來的這些照片的這種泥沼當中 而且會不可自拔 好啦 那我們就出發 我們來去拍攝一些鳥類吧 最好是能夠拍到我想要拍攝的這些題材 哇 你有沒有看到今天天氣非常非常的晴朗 對 那種天氣就是能見度整個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今天應該可以拍出不錯的照片才對 今天在這邊 要看看有沒有鳥類的這些照片 因為那邊你可以看到那個艇那邊 那裡是台塘的那個空地 那邊都有人種植 這邊經常會有老鷹在飛來飛去 所以我們現在先停在這邊看看有沒有鷹類在飛 看了一下沒有看到有鷹類飛下來 所以我們打算換個地方 那拍這個野生動物或是這個鳥類就是這樣子 你不可能一下子就拍到 你需要有耐心還有這個等待 我們現在開到原生公屋這邊了 我們持續在看看哪裡有鳥的蹤跡 那喜歡拍鳥呢 其實它的最大樂趣就在於說 你真的不知道說你今天拍到什麼 那在收集這些鳥類的這些圖鑑過程當中啊 其實你會不一種發現 其實在台灣的這個環境當中 有很多很多美麗的這個鳥類 是我們台灣獨有的 像在前一陣子有拍到這個台灣藍鵲 台灣藍鵲呢是我們台灣的亞爪 也是台灣這邊的一個保育類動物 它的顏色是藍色的 然後嘴巴是紅色的 很漂亮 它是一個很漂亮的鳥類 剛剛看到前面那邊有一隻那個白頭蟲在那邊 那不是那麼的好拍啦 給各位看一下影片 對你看有沒有看到這個影片 它在那邊 可是 雖然Sony A7是有點追蹤對焦 可是我覺得 它在這種 比如說比較複雜的地方的話 它對焦還不是說那麼的一個靈敏 像對我來講我覺得R7會比較好一點 我之前有用過這個Sony 不是Sony 是佳能的R7 我覺得佳能的R7在 你要有點追蹤的話 我覺得還是比較強一點 那最終為什麼我把R7換掉呢 那它是因為它的 這個 CLOGO3的這個色彩 我真的是太不喜歡了 我剛剛好像有聽到老暈的叫聲了 我現在在這個山下這邊 這邊 那當然這邊是很容易有陰類的 因為這邊的話 你看有種子那個 韓國 然後這邊很多鱗 然後這邊就是很多鎖的在這邊 然後特別這邊是很空曠的地方 通常這樣的地方呢 就會有陰類 我剛剛有聽到老暈的聲音了 所以我們在這邊等一下好了 所以我們在這邊等一下好了 好這個點我們放棄 我們繼續去別的地方 出來了還是要拍點東西嘛對不對 總不能只拍個白頭翁而已 我看到一隻老暈的 它已經在電信乾 我用手車來拍攝 在我後面的電信乾那邊 有一隻老暈的 有沒有看到 有 那個點那個點有沒有看到 有 這絕對是我拍攝 這就是鳥類生態最爽的一次 你看到後面那個電信乾上面 那隻老暈的流好近好近 好近喔 好爽喔 好爽喔 耶 這個神功 現在一開始呢 我們知道老暈的地方 就看不到有什麼可以拍的鳥 但是呢 你有看到了吧 有 哇塞 拍到也是老暈 而且是超大 超大隻的 這個就是拍你的樂趣啦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我今天 拍的這個鳥的照片吧 我是吉哥 歡迎訂閱我 我們一起來享受拍鳥的樂趣吧 好 好 好 很 好 好 这个要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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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要命的 这个要命啊 这个要命啊 这个要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